好,这也是个怪现象 台北西门丁街头竟然出现了60个民众 从18岁到70岁都有 他们戴着耳机洗衣及街头 还能接上大声唱歌 全程都戴耳机不跟外界接触 引起了围观民众的好奇 原来这是国外艺术家 Oliveau发起的无声快想活动 而且台湾动作很快哦 是全世界第三个举办的城市 看上了几年七岁的老贝贝都兴奋的 随音乐动起来 听得到我在讲什么吗 听不到 听不到 听得到我在讲话吗 我讲话很大声 其实不只是他们拿放眼望去60个人 全都戴上耳机准备进行一下秘密的戏机计划 因为它是凌晨 我们必须要照顾 所以我们会尝试 难道我们不能够遇到街头 拿着麦克风讲话被称 都是这次习近期计划主角 支持者Oliveau带队前往金门钉 才一出闲运站就引起大批民众好奇 知道 我觉得很奇怪 我只听不到他们去 去哪里 很多民众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 原来这个是快闪 和金街板被称 都是活在地的世界 无声快闪全神都要戴耳机 中间不能把耳机摘下来 不理会路人 接着走到哪里都有任务 超级屋里头站在西门町楼下 大批人马就这样 唱着台语歌唱到自嗨一处 还会鼓掌拍手 在一步超过五分钟 台湾也变成了艺术界 城市袭击计划之一的城市 新鲜吧 脸都不害羞 怎么说 因为让你很轻松啊 就这种自嗨 不管他人眼光的玩法 在台湾首次尝试 给我带着耳机 与外界隔离 首次在台北街头上演 也难怪大 一民众围观 引发一论 对任何此处 可以与台北才讨不到 好 还记得四千斤 哈哈哈哈的大笑之歌吗 这早期的幽默MV 现在被模仿节目 像中了搞跳的模仿一般 而且还意外 让四个MV同心 代出成为讨论话题 而且连他们长大后的模样 也被网友找出来了 好奇吗 一起来看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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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笑得好 还想